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机架图 机架图在哪里呢 档案 新增 然后在网路里面有一个叫做机架图表 那这个机架呢 你现在看大概看不懂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大致上会知道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主体 应该说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机器 然后在中间一层一层一层 就是给你去放一个单位的一个伺服器 所以我们又叫什么U1 U2 U3 U4 那通常在这上面呢 通常在这上面每一个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间会有一些空间 空间 还有最上面或者是其中一个位置一定会放一个萤幕 这个萤幕呢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监测这些伺服器的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性质 可能会有这种性质 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通常这样性质会比较好一点 怎么讲呢 因为伺服器它要高速的运算 所以它会一直大量产生一些热 所以最好不要把它塞得满满的 所以最好是像这有点中空的性质 让它能够散热 好我们就直接点选建立 首先一定要先把那个机架画出来 或机柜画出来 那我们先来看看人家的图大概长什么样子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那个伺服器的 伺服器 好机房的图片 好所以大概看到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架或者是叫机柜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一层这样一层就是一个 像这都是硬碟 这全部都是硬碟 但是会看到那种不是硬碟的东西 这全部都是硬碟 这就会看到就不是 不是 那这跟这有什么差别呢 它把它就是说直接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是会影响到它的散热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不盖的 基本上都不盖 什么时候会盖呢 好当有人要去检查机房的时候 才会象征性的把它盖起来 好 然后那里面一定是冷气在吹的 都维持在例如说24到25度 这样子的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 好 那就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这就是西方里面的一个样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请你们点选档案 然后新增 接下来点选网络里面的这个机架图表 那因为还蛮简单 所以等一下花一笔命时间来讲说怎么画出来 好请你们先打开这个机架图表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当然就先把机架画出来 好 这边可以看到它总共可以放42U 好 就42个单位UNI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里面 假如说我今天放这个伺服器 放上去 好 它所占的空间就占了8个U 好 所以如果最多放置的话 只能放5个8U的伺服器 再接下来呢 可能我们里面需要什么 硬碟嘛 硬碟 路由器 好 或者是交换器 接下来再放个伺服器 剩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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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荧幕呢 荧幕 没看到嘛 好 这个 这个机架其实还可以再继续延展 还可以继续延展 好 那 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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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设我们放 几个硬碟在这个地方 放歪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螢幕 这个螢幕 这个螢幕 键盘可能我们就不画出来了 可是这个螢幕呢 是需要的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直接输入螢幕 因为它没有正面 正面的螢幕 所以变成要上网去抓这个图 放在这里 所以 接下来要到这个地方 直接去找 螢幕 的图片 然后抓一个螢幕 好 抓这一个 因为这边会有logo 这样不太好 抓 这个也有了 这个也有 好 抓这一个好了 好吧 抓这一个 另存 好吧 我之所以会选这一张 是因为说它旁边白色的空间比较小 好 例如说 这边我就选螢幕 然后一样放在我的第一叠这里面 接下来 接下来就直接打开这个VC 然后去插入图片 刚刚的螢幕 刚刚的螢幕叫进来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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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里面 好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下咯 一定要有一个荧幕才会像 好 事实上人家主机房真的都会放一个荧幕 好 还有 对 那么 呢 可以